大姐说这特别有意思 我得试一下啊 这跟打仓了 这个 走嘞 左脑右脑啊 来放车 换手 还得换手啊 大水出没人吧 得 左手不踢了 今天的视频呢 是要抱走中轴线 那其实在我现在的左边 这边就是中轴线 刚才过来的那个楼呢 叫做永定城楼 然后从永定城楼一直往北 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城的中轴线 这条线呢 也些都非常漂亮 但今天我的抱走中轴线呢 真的没有办法在一天当中 把真真正正完整的中轴线走完 所以我会选择一个起点 选择一个终点 那对面那个地方呢 是天桥百货商场 其实最早的时候 郭德纲卓音社的一些表演 也是在那边有演出过的 这个地方呢 叫天潭公园的西门 然后买票 从天潭公园作为起始站 抱走开始 然后现在这边的 60以上的不用买啊 这边的门票是 60以上的不用买 忘记门票15块钱 优惠票7块5毛钱 我刚刚提示说 如果来的人是60往上 不用买票 免费的意思 所有都是微信可以搞定的 哪怕是逛天潭公园 厉害喽 天潭公园连票 天潭公园呢 也是北京的老婆老太子 或者北京的市民们 非常喜欢来的地方 比如说大家在这跳舞啊 就是也是非常娱乐 放松的一块 现在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 很欢乐 我美了美了美了 各种专业范儿 太专业了 太厉害了 你跳了 你可以跳了 什么动物 放松吗 好 我不 就快 来 坏 这是 voulez 你竟然会儿 你竟然会儿 op 今天回國一個月 特意來天堂公園看看 我打算今天我今天的任務是暴走中軸線 我從天堂開始走 然後可能會一直到景山到... 你是從哪邊走?從東往西...從南往北走 終於能過來啊 這樣挺好 特別好看啊 謝謝 拜拜 很開心第一站選的是天堂公園 我自己覺得中軸線對於北京的 或者來旅遊的朋友的意義在於 北京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城市 在這個城市可能有超過三千萬的人口 但是這條中軸線卻能夠貫穿 古往今來的各種部分 包括老北京的建築 包括奧林匹克公園啊 奧森這些 現代 古代 今天天氣還不是特別熱 很好 非常好的一個起點 還有好多溜瓦的 我今天拿這個票是一個聯票 叫做旺季聯票 價格是34元 我還挺喜歡逛禮物店的 所以我會去這家天堂的文創店裏邊看一下 裏邊都有什麼 做的很漂亮 那邊有T恤 這邊有T恤 這邊有冰箱貼嗎? 有 這邊 這邊 這些都是哈 每一塊比較賣的好一點 大家喜歡 這些賣的都挺好 還有這個 這也是冰箱貼嗎? 對 這是冰箱貼啊? 對 我這兩個價格一樣嗎? 這個30元 這個39元 草料不一樣 我要那個吧 我要那個木桶那個 謝謝啊 服務也非常好 幫我挑選跟推薦了 還有手機殼呢 有各種各樣的手機殼 可以放到我們家冰箱上 證明我來過中國的天堂 那這個據說呢 天堂的樹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你可能會忽視 據說有這麼一種說法 美國人說呢 他們很容易複製出一個天堂公園來 但是他們無法去複製天堂公園裡邊 各種各樣的樹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綠牌的這個樹上面寫著 清朝約兩百年 所以你但凡看到這種綠牌的樹呢 它都是一百年到三百年 就是一百到三百歲的這種樹 待會你應該還會看到一些紅牌的樹 那些樹是三百年以上的 三百歲以上的老樹了 所以還有一點很厲害 就是這些樹原先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公園不僅僅是一個人工的公園 而是有好幾百年的 非常悠久的歷史 下次來的時候看一下這些樹 這棵盤的意思是 這棵盤的意思是 這棵盤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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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學一個嗎 這沒問題 我上手就行是嗎 那當然聰明人一直都用漂亮 可以得 大姐說這特別有意思 我得試一講啊 這棵盤的主要是 得嘞 左腦右腦啊 來換手 換手 還得換手啊 好 左手不利了 好 好 好 這個球拿這兒 第一手高花花牛 慢 左手 漂亮走出現 哎呀先別玩花 先接著頭 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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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是您名字 這兒的 馬 舒服 這您名字 嗯 您創造的 對這都是我自我做 我這個東西是全國哪都優 國外的優 這個都創得沒有 回去带老人带孩子一家子健康 是吧 热了当扇子 你看你扇一个我扇一个 还不重 还不重 木板 越打得不着急越放松了 对 这球都自己做 你瞧 我给你们俩打一个 让你看 我先点一个大写的赞 这是我的微信号 真喜欢的 您直接加马老师的微信号 好不好 直接跟马老师本人交流 是不是 幸亏幸亏 再见 谢谢 谢谢 那这条线往前走 你会看到马上就到齐年殿了 朋友们走到这儿的时候 要注意 你可以不用去走中间那根线 那条线叫神位 那是比较崇高的位置 才会走 你可以往北走的时候 像我这样 走在这条线的左侧 驾向 别驾向 谢谢 不客气 8 月份是北京的旅游最旺季 小孩子呀 旅行团员都比较多 启年殿呢 我大概20年前来过吧 20 年后重游还是有一种很壮观的感觉 很漂亮 你站在那个位置刚进来呢 就像你在跟天对话一样 你可以向天表达一下 你想要表达的愿望 它跟故宫的楼不一样在于 它是跟神来 它是共神的 那故宫的只是皇宫居住的 它有着更高的建筑的地位 I'm in the center of my mind Standing frailing blue Not knowing what to do Has my time in here 啊哈 123456是吧 123 不止6个哟 6个 6个 那很多细节也是有讲过的 比如说你看到上面的这个东西 东北的说法你说是吗 不是 北京也说 北京的说法 在中国北京的应用证 中国北京有个说法 叫五脊六寿 讲的就是那上面 因为你仔细看会发现 每一个都不一样 那其实每一个都有讲 有不同的名字 那五脊六寿这个说法呢 就说你这些也没什么事干 这个上面很休闲的 很闲着的呆着 啊 感觉我一秒钟变成了导游 这个上面写着古树一级百树 年代呢是约540年前的明代 这个树在就储了500多年了 下边呢是百树会掉下来的各种木块 那在咱们中国人的讲究里边呢 觉得非常像金条 所以它会有这个财富的寓意在里边 我这么一说你不要去捡 发财 连票现在进到这个区域呢 我的左边是回隆壁 不是我的左边回音壁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好几百年前 上千年前盖的一个科技馆 进去体验一下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后边这块 是古代祭天用的 看到说现在这些著名的景点 慢慢会把这些无障碍设施 也下了很多的功夫 去方便一些不方便的朋友 比如说轮椅的来参观的朋友 也可以使用这些无障碍设施 进去来看这些壮观的景色 刚才你看到这些砖块 之所以如此的斑驳 是因为它是原先的砖块 它不是后来翻修的新建的砖块 所以你是走在有历史感的 几百年前上千年前的 这种原始的位置 现在我在这块起天的位置 它有很多细节的讲究 比如说原先的这些历史的砖块 古代人就会把它设计为 各种细节的注意事项 因为下多大的雨 最后这块都不会积水 我想水都会渗到里边去 另外刚才这是个叠层的设计 这些雕刻的位置 都有这种排水的小的细节设计 既保持了古代皇宫年代的这种 庄严威额的气势 又在细节上设计的非常的人性 当皇宫的人们在上边祭天的时候 如果你来的是清晨非常早 可能天蒙蒙亮什么也看不清 这个时候我身后这个东西就发挥作用了 它是一个灯柱 在上面顶部点一个灯 能够照亮起天的这个位置 你能看清楚地貌 而现在这个灯柱是现场剩下的唯一根灯柱 而顶部现在已经放下了一个摄像头了 现在我在祭天的环球雨的这个位置 现在你看人非常多是因为叫做天心石 大家都会愿意跑到最中间这块石头 到这来比划一下留个影 其实很讲究的 咱们中国古代很多东西都非常的讲究 比如说你会发现这是一块石头 往外切一圈的是九块 到我现在这一圈是二九一十八块 往后每每递家 惩罚口诀来了 一九得九二九十八三九二十七 一直跌到最后一圈 就是什么 九九八十一 九九归一 天心石的感觉 这个树厉害了 全北京最美的十大树王 天心石的天心石 好不好 叫九龙柏 为什么叫九龙柏呢 因为这个树的外形看起来像九颗龙盘旋在这个树上 像刚刚说有些小果子看着有点像加拿大蓝梅似的 它偶尝会掉下来 所以这个高度你可以手放在这去接 如果你正好接到自然掉落下来的这个上面的小果石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像财富一样宝石一样 如果你接住这个财富的宝石呢 就真的证明你非常的幸运 可能要转大运了好不好 实际上九龙柏这边再走个二十米 旁边就有这棵树 古树一级也是620年 所以人的颜值很重要 因为九龙柏长的颜值特别高呢 就变成大家都围观的树 这棵树除了我站在这 应该没有人专门过来看 所以你永远要当颜值高的 让人家记住的排得上名次的就对了 现在我是从天坛的西门进西门出 现在从西门出来了 我自己都没意识到 我的背后出了这么多的汗 所以抱走要有抱走的觉悟 如果你真的决定在这样一个季节 去抱走中轴线的话 我觉得一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 同时对体力各方面会有非常大的挑战 如果今天带小孩来了 带娜娜来了 这一站应该已经终结掉了 根本走不下去的 所以不容易的哟 后边是东方广场 好多年前就有一个北京第一家的麦当劳 北京饭店 然后再往前就到王府角了 好 现在我们上船街了 船街非常了不起 12345 单方向5车道 双方向10车道 很多人去过很多地方 未必都见过这么宽的车道 右边北京饭店 应该是距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高档饭店 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如果你在北京饭店 国庆看游行有一个冲外的房间的话 你应该能够直接在房间看游行 天安门东地铁站 距离天安门最近的车站 出站的话会 离天安门广场大概 在步行500米800米这样子 然后一个多月就到北京的70周年大庆了 所以这边基本上都是在准备 基本上都是在准备 国庆的时候的一些 说哇 今年搞得要很大呀 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经过的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中轴线 看到的是天安门城楼的楼栋子 北京观光二线蔡百号 牟业纪念堂 人民大会堂 现在我进来这个地儿呢 是跟朋友一块把车停在了北京最新开的 一个地方叫北京坊 那北京坊这个地儿呢 就是我进来觉得人没有很多 现在穿过这个地儿叫木吉无印良品 然后会去到前面一个星巴克的地方 稍微的休息一下 那应该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儿如果北京的话 可能最近可以留意一下 来逛一逛看看 然后完事了之后呢 我们会从前门这块走一走 也算是中洲鲜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你是一个无印良品粉 木吉粉的话呢 这个地儿可能是你必须要来打卡的一个地方 因为无印良品除了开百货店之外 还有出一个木吉Hotel 那我应该会在后期过来住一个晚上 到时候再跟他分享一下木吉Hotel 到底什么样子 今天就很快的过一下就好了 有摆一些很木吉风的单车在这儿 如果你非要骑着单车去逛一下前门周边 也是OK I can take what I need to get by It doesn't make it easy The other piece of my heart moves slow Somewhere in the great unknown When I return from the afterglow Will you carry me like I am whole again Wait Hold on 那像北京坊这种地儿呢 就真的是要有一点断位 和想取一点不一样的地点的这些品牌商家才会选了 除了你刚刚看到的无印良品 木吉Hotel 还有星巴克的甄选店 这种断位比较高一点 逼格比较高一点之外呢 现在其实互联网也很火 叫做独角兽企业当中非常风头正进的 WeWork在这边也是有地址 那你花个每个月几千块钱三五千块钱 在里边可以找一个办公的地点 名片给的很逮劲 我在北京坊 就说在WeWork就好了 知道我到哪了吧 大栅栏 No 大石烂 北京来前门的话 先把这俩字读对了 然后也是来前门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 这里边很多关键字 比如说鲜鱼口也在这边 然后前门大街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兢兢车 我今天就不做了 但是也许我们待会看见 其实这是中轴县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前门大街 那边有前门一号的一个兢兢车 后边前门楼子 然后整个前门大街 其实跟我在20年或者30年前看到的前门大街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更现代一点 更商业氛围一点 在中国这一趟 在北京这一趟 我见到很多年轻的朋友 就穿着这种汉服 或者是什么什么服 anyway 各种服 还挺好逛的 人没有感觉特别多 我觉得还挺好逛 如果你要逛这条中轴县呢 其实到前面就到头了 南头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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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头会直接处到前面的前门楼子 所以中轴县是一条很长很长的线 一部分一部分的逛 一天暴走真的有点难 这个部分又跟天团的部分有点不一样吧 回国另外一个感受是 感觉商业商家这两年的商业的策划包装更重了 似乎感觉不给这个品牌做点概念的包装 就不入流 就开不了店似的 感觉任何一个小吃都有互联网因素 任何一个品牌好像都是说不完的故事似的 啊 新人西 还有美国队长呢 对 我们不光有传统的 还有现在的图案 我怎么试啊 来 新手和小张 西到鼻口 一直去的 西到鼻口 西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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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包 比三来都可以 西到鼻口吗 对 是 吃种 一般的你多钱啊 8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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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真的是喜欢小吃街这种东西的话 鲜鱼口可以进去一下 我其实更愿意怀旧的去对面 大师烙这边看一下 走吧 我们去大师烙 德克市炸鸡 康师傅牛肉面 和道香村 从来没有这么进过 钟表店 各种老字号 各种各种老字号 来 点儿汤 这个啊 好 大关楼 很多年前我就来过 非常那会非常破 非常破 都不带好找 现在呢 居然还处在这儿 上面还有三个特别老的电影海报 这三个电影儿 真的有年代了 一个是我的 《新我的野蛮女友》 一个是 《谁的青春不迷亡》 16年的片 还有一个是 《北京爱上西雅图》 第二部 《福尔情书》 没咋更新呢 《北京爱上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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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呢 我打算 这么着找一个口 过去去到 中国的最中心 天安门广场 安检安检 非常艰难的 来到了世界的中心 中国的最最中心 天安门广场 不容易的 多漂亮 但我觉得今天管的比较严格 所以要让很多圈再过去 我可能已经热得快不行了 后背都湿透了 不去了 我离开天安门广场这块 算中轴县的一个打卡完成吧 非常蜻蜓点水的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回到 前门的 排放这儿 然后呢 现在应该已经是下午的一两点吧 然后 离开这儿 原计划中轴县是一个挺长的计划 还有什么后边的 皇帝上吊的地方 景山啊 还有北海啊 但我可能体力已经不支了 我会跳过那两站 争取在车上拍一些画面 就算是抱走中轴县的一部分 最后会今天去到下午的鼓楼的地点 走了一半快虚脱了 还是回到前门大街这块 那在车里有空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冷静的世界了 但你完全不能想象车外边就是热的要死的那个温度 太可怕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已经到了故宫的后庙 也就是北门这块 现在我的左手的方向就是景山 今天本来原计划是想到景山里面去走一走 然后到景山的山上边老法师那个位置 也就是大家在很多视频里面会看见的 从山底看故宫的全貌的那个角度去看 今天我们把这个跳过了 那现在车是有经过故宫的后面 这一段景山西街 已经可以看得到那个位置了 老法师聚集地 古老街段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段 所以我今天晚上会住在这边的一个民宿 还可以感觉人没有那么多 这个区域是北京的中国楼区域 这门票是三十 三十是通票 然后我现在这个点挺好的 进去马上就有中鼓表演 击鼓表演 从那边进去看一看 北京住了18年 中鼓楼真没来过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到鼓楼 中鼓楼 我願意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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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降低 我 going crazy without you I'm so alone And met you and I cie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里面其实很简单 会看一个鸡鼓的表演 然后冲南的这边开放的 你可以看到这面的景色 另外呢 他坐了在这很久了 应该是上个世纪 不是 他是12世纪 一几年或一二几年就坐了在这 有非常悠久的 800多年的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马上就要下雨了 今天的中轴线走到最后一站中鼓楼 我还想最后一部分没有去 走完它就完成了今天的暴走 中轴线 哇靠又来 还没完呢 好 好 好 今天是从它的更下边 我们这门上来到天堂贵园中游戏 前门天堂贵园中游戏 这里边是五门 故宫 井山公园 沿着中轴线一直往上 到现在的中楼鼓楼 中轴线 今天的暴走北京中轴线 终点就结束在北京的 古楼中楼的中楼这个制高点的位置 全部结束了 完成了今天的中轴线之旅 如果给大家一些建议意见的话 就是在河里的规划一下 以及避开旅游的高峰期 能让你中轴线之旅更轻松一点 另外呢 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 你可以不用一天 可以用多天的时间 把中轴线走得再细致一点 或者走得再远 结束完北京中轴线的暴走的一天 整个人已经湿透了 所以今天我特别决定 没有住在之前住的地方 而是在古楼下边 想找一个比较特别的住处 这样会方便很快的休息一下 所以在明天的Vlog 当中 你将会看到 住在中古楼底下 是一种什么样的民宿体验 明天的Vlog 再见 拜拜 只有听到这个 你才是来到古楼了 这不合影啊 来 合影 我为了今天见到友藏老师 我把周四周五的下午的安排全部都推掉了 小白来了 你们认识小白吗 我认识 每人都有 我先给一分一分 谢谢 谢谢 流程 叫做中国是非内心生活 这张是有的来播客的就是我们组音台的一个照片 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 因为能看出友谊和当年的感觉 这是唯一一张发生在最近的 然后在温哥华的一个活动 很尴尬 神尴尬 就是印五十份来了不到五个人 对吧 神尴尬 好尴尬啊 所以说明在国内已经变成过气网红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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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这种话在那个视频里边怎么处理吗 说明你已经变成过气网红了 过气网红了 过气网红了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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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